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我们学了很多 会念长长的经文 会持诵复杂的梵文咒语 会双盘打坐长期速食 我们很辛苦地做到这些得到别人的赞叹 于是认为自己修得很到位了 我们渐渐把这些外向当成修行的本身而不自知 似乎只要每天完成这些功课 就是在精进就又向着解脱进了一步 殊不知我们把修行变成了一种新的习气 诸如 一 一边读着佛经 一边和人争辩是非 二 一边念经打坐 一边妄想纷飞 三 口中的道理一套一套 遇到事还是着急上火 半点亏也不肯吃 四 本性毕露却还以修行人的身份去教训 数落别人 以为自己在修行 在精进 实质却徒有其表 内在没有任何改变 这种不入心的修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小编就来聊聊什么才是真修行 在修行界有这样一种人 以修道者自居 越修炼越没能力 越没智慧 连骑马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 可他们心怀普度众生的大愿 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逃避生活 逃避责任 整天陷入幻想之中 不少人是啃老族 有些人成了无业游民 修道 首要的是获得智慧 智慧就是要时刻认识到自己当下的处境 能读懂世间的规律 认识自己现在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你当下需要什么 马上行动去创造 正所谓一灯照尽千年案 一致能解万年鱼 一个修行人如果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能搞定 那就是假修行 更有甚者修行了几十年 心理精神障碍的越来越多 我值越来越重 变得神神叨叨 反而不正常了 这必须反思 诸多修道者眼高手低 看不起普通人的普通工作 认为从事那些普通工作是浪费生命 掉价自己修行人的身份 不能了脱生死 这些话纯属胡扯 玷污真理 生活处处皆道场 心心念念皆修行 时时刻刻都可参悟生死大道 真正的修行就不能停留在嘴上 更不能将其作为噱头 因为噱头终归是噱头 不能让人真正的高贵起来 皈依了宗教也未必就能成仙成佛 作为红尘中的修行人 脱离了生活的修行 往往没有任何功德 真正的修行就是用圣贤的智慧理念引导生活 服务生活 融入生活 最终升华为俗世的楷模 用言语教化有缘 用德行树立榜样 这才是功德无量之事 丘祖西行是为劝化成吉思汗使中原众生免遭涂炭 这是一种大无畏精神 明末 张献忠攻打余城 破山禅师为救众生而破肉戒 这也是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后人需要学习的正是这种精神 如此修行才能有所成效 道观寺庙中的出家人以弃绝成俗 遵守三规五戒 以严苛戒律规范自己 因此 修的时间越长 则可远离世俗纷争 进而无极修福获之余 而红尘中修行则不然 无法用寺庙道观那一套戒律要求自己 因而当因人而异 因事而异 不必拘泥于形式 修心却是根本 通过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开了很多 我们也看清了云云众生的现状 让我们更加珍惜在红尘中修行的重要性 在红尘中 云云众生被压在五指山下 要么被钱所困 要么被情所困 要么被色所困 要么被利所困 钱全色利情是压在云云众生身上的五指山 不把这五座大山推翻 无法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 真正的修行不止在山上 也不止在庙里 更需要在社会中 在修行中生活 在生活中修行 有的人整天打坐 磕头 拨念珠 修了好多年 可是习气 烦恼依旧 性格 心态依旧 没有任何改变 这不是真正的修行 人生就如同一场戏 戏已经开场了 你就要演下去 既要演好你的角色 又不要假戏当真 其实人间并不是我们的老家 众生只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 有什么可执着的 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少说一句话又能怎样 退一步又能怎样 凡事在考虑自己的同时 也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 只有去掉了自私 自利 自爱 你才能够自在 大道至简 是宇宙万物发展之规律 是中华文化之精髓 是中华道家哲学 使大道理极其简单 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 所谓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万物之始 大道至简 演化至凡 出自老子的道德经 大道至简不仅被哲学流派道家 儒家等所重视 也是人生在世的生活境界 大道至简 大道无形 大道无法 这是一种大道自然 反谱归真的高级公态 在这种清静无为 妄我无私 天人合一的状态中 不求长功 功力自然上涨 不求治病 身心自然调整 不求功能 功能自然显现 你不求大小周天 百脉自然畅通 最深刻的真理是最简单 最普通的真理 把最复杂的变成最简单的 才是最高明的 最伟大的人仅仅因为简单才显得崇高 大道至简 人生易简 开悟 深奥了就简单 简单了才深奥 从看山是山 到看山是山 境界不一样 从简单到复杂 再从复杂到简单就是升华 生活的意义在于简单 人修炼到一定程度会淡薄一些事 会简单 你可以理解别人 但别人不一定理解你 其实人不再理解 再认同 精于心 简于行 拷问灵魂这是人的终极问题 简不仅是一种智美 也是一种能力 一种境界 看透了不说透 高境界 朦胧地看心透 透非透 知未知 故意不看透 才是透彻 知道事实看不透就是透 透彻后的不透彻 明白后的不明白 难得糊涂是真境界 大道之简是做人的智慧 做人做事 要将一件复杂的事情化为简单 那是需要智慧的 将繁杂的事情回归到简单 要有智慧 能力 也要有决心 有智慧的人都喜欢大道之简 因此 功和利不可趋之若物 名和才不可为之所累 但博以明智 宁静以致远 我们要简简单单地做人 踏踏实实地做事 用智慧 画难为简 为名利浸泡宠乳 清纯似儿时天真的童真 朴实如腹背耕耘的沃土 只有心情平静的人方能视见 斜阳照虚落 穷相牛羊龟的悠闲 听闻和风送秋气 逐鹿低清响的天籁 感受那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响的空旷 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能够吟出采取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绝句 欧阳修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折居时仍能悠然自得地写出 《罪汪亭记》 大道志简 人生易简 简不是物质的贫乏 而是精神的自在 简不是生命的空虚 而是心灵的单纯 大道志简是最高的道理 往往是最简明的 人要学会简单 简朴生活 简洁行事 放下自己的私心杂念 当超出自我欲望的牢笼 当真正忘记自己的思想 忘记自己的意识 进入忘我忘物的状态 人生的繁出愚惑 与人抗拒诱惑 以致解除困惑 不惑才是人生由繁入俭的标志 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饮 人生百态 许当从一而终 乐以忘忧 简以存真 才是人生的大道之简 分享一个故事 一个行者问老道长 您得道钱做什么 老道长说 砍柴丹水做饭 行者问 那得道后呢 老道长说 砍柴丹水做饭 行者又问 那何谓得道 老道长说 得道钱 砍柴时惦记着挑水 挑水时惦记着做饭 得道后砍柴即砍柴 单水即单水 做饭即做饭 老道长和行者的对话让我们开悟 许多至高至深的道理 都是蕴含在一些极其简单的思想中 最好的生活就是简单生活 一盏茶 一张桌 一处清幽 日子平淡 心无杂念 可是简单的生活却需要百般的努力 这样才会无庸无虑欣然享受生活 生活总的来说是完美的 不完美的是心态 不懂得欣赏的人 就会用挑剔把一切变得有残缺 简单做人 率性而为 把握分寸 随遇而安 坦然接受现实 简单做事 不惹事 不生事 不怕事 不悔 不怨 不惜自己所做的事 最后总结一下 证悟必须发生在当下 具体的事上和具体的念头上 而不是某个将来或某种悬空之中 修行不能把你带离实际 修行必须带着你 向实际处 在实际处下手 而能顺利平常 修行是破我执的 你对某一具体的信仰 法门 老师 领域的坚持也是一种我执 是我执的延续 你注意到了吗 破它不能犹豫 修行不是问题思辨 不是头脑探讨 不是猜想未来 而是平静下生出的妙智慧 是体验当下 当下觉知问题 当下解决问题 当下体症问题 当下没有问题 当下就到极乐世界 不是等死了才去 修行是给自己长实惠的 不是给虚荣心长面子的 认识这点很重要 愿所有看了今天影片的师兄 都修行圆满 当下回归极乐